Survive 我们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s-u-r 我们念成sure的音 v-i-v-e的e在最后面 不当一个音节 前面的母音念成它的字母音 这个字母就念成i 所以整个音节我们就念成vi 这个字中音节落在 第二个音节我们念成survive 那survive呢 它当作一个不及物动词 中文翻成继续存在 或者是存活 我们来看例句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family business won't survive if they don't make some changes to the management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念成predict 好predict这个字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预言或者是预料预计的意思 这一件事情被预料了 好哪一件事情呢 就是后面这一件事 由that所引导的一个名词子句 在这边当作一个真主词 它的it是它的虚主词 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这整个句型呢 它的意思 这个it它其实指的就是 后面这个由that所引导的这个名词子句 这一件事 这件事情被预测到了 好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the family business 什么叫做family business呢 指的就是家族企业的意思 这个家族企业呢 将没有办法怎么样的存活 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呢 由if所引导的一个条件子句 好假如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那么这个家族企业预计将难以存活 好那这条件是什么呢 假如他们if they don't make some changes 假如他们不做出一些改变的话 什么样的改变呢 to the management 对于他们经营的管理方式 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 那他们预料将没有办法存活 好那这个字呢 management这个字 它就是管理经营的意思 从动词manage这个字演变过来的 好那survive这个字能把e去掉 后面加上al之后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survival survival 那survival呢 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中文翻成生存或者是存活 我们来看例句 increased human activity has greatly threatened the survival of the wildlife in the rainforest increased 这个字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字 它原本呢 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呢 就是增加 或者是增强 在这边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加了一个ed 加了一个ed呢 它就是一个过去分词 当作形容词 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叫做 日益增加的 好日益增加的一些人类的活动 human activity has greatly threatened 好大大地 好这个字 greatly这个字呢 指的就是大大地的意思 巨大地 大大地 threaten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threaten 那threaten这个字呢 它是个动词 我们中文翻成威胁 它呢已经大大地威胁了 好所以它这边呢 它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从人类的活动 在上个世纪 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 它呢就开始呢 对我们的周遭的一些呢 野生动植物呢 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所以这边是一个 现在完成式 从以前到现在 好它呢 面临它威胁了这个生存 什么的生存呢 of the wild life 就是野生动植物的生存 好哪里的野生动植物呢 in the rainforest 好那这rain forest 指的就是雨林的意思 好两个字 合并起来的 这个rain forest 其实就是rain 再加上forest 森林 所以呢 rain forest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雨林的意思 好所以这个字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survive动词 继续存在 存活 survival 名词 生存 存活 我 我 感谢观看